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rs Rikki Kog 今次很高興在Shit.com 介紹一下 未來的春夏季流行的產品或小提示 其實冬天大家都已經穿了黑衣服很暖 未來的春天就很適合女士的粉紅色、粉黃色和粉綠色的打扮 例如我身後看到這麼多顏色的東西 其實未來的春天是最流口的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粉黃色的配搭 因為今季春天流行是粉黃、粉紅、粉綠色的配搭 看起來好像很難穿 但是你配搭上來 我覺得首先可以穿到令人感覺很精神 花花的東西是夏天最流口的 其實你怕花太多 在外面加熱內套 春天的主流都會比較適合和流口 還有就是橫顏 橫顏的T恤或針的衣服 在春天其實是女生必備的 因為其實春天的天氣又會很熱又會很涼的感覺 但其實加了結論上去其實搭配也很方便 也會很容易配搭 還有這個我想特別重點推介 就是今季很輕的一些Lazy的領 即這些Lazy的領 以及這個BB的領 即這些Baby的顏色 今季所有各大品牌都會很流行的一類的潛艇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girly 但其實你經過配搭之後 其實感覺可以換一身 上班的女生可以配搭一條米色的白色合格 穿上高跟鞋 其實上班也可以配搭到 例如下班 或者放了班之後 你可以簡單配搭一些螢蟻褲 配搭很casual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很新鮮 還有今季的重點推介就是 這些那麼濕彩繽紛的唐 我吃掉的衣服 這個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覺得 一抹下去會很令人眼前一亮 就是這些光點的橙色衣服 還有這一類的Rose Gullet T-shirt 的icon card 其實夏天每個人都會很喜歡 一些很開心很飄出的顏色 其實這個黃色都是配搭在一起 其實我感覺很開心 還有就是 你看到那麼多開心的顏色之外 其實這一類白色Lazy的T-shirt 其實配搭了下去 其實就是令到整個感覺 會簡單得來有些顏色 因為其實我會很喜歡 隔離的東西 可能是一件簡單的T-shirt 然後加一條花的蓬上去 或者有些顏色的東西 那按通成夏天你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不是那麼多女生 會接受到這一類那麼鮮色的東西 可能你在上面加一件TOP LAYERING 那一配搭 整個感覺會更加吵 會更加吵 然後 這一類Rose Gullet T-shirt的上身衣服 我覺得當年的重點就是 下臉腳的Frange的設計 還有一件TOP LAYERING 因為這個品牌 其實感覺形作一個很日式的少女美 因為其實擺到其實好像很闊 但是最好上身呢 可能是加對LayERING上 或者是外面睡 搭多條項巾 整個感覺是會不同了 因為其實可能香港女生 就會比較分類做配搭 或者LAYERING的感覺 那這一類其實在歐美國 很大的品牌 都會很喜歡的 簡單一點 除以天術加項巾 剛才大家介紹了這麼多 這麼開心 這麼有趣的顏色的衣服 其實我接下來也會跟Rose Gullet 說的就是2月29日 在Dervan也有一個Fashion Show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留意 或者想再知道 關於Rose Gullet的衣服 如何搭配 那希望2月29日 你和Rose Gullet支持我們這個Fashion Show ter備用在HouseGullet 3月29日 3月29日 特別視聴 0月29日 10日 20日 15日 3月